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harecrafts & Music 手作音樂的YouTube Channel 跟大家畫了這麼久 發現原來都未正式介紹過和諧粉彩是什麼 而今天這段影片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如果你都對和諧粉彩有興趣的話 就一起看下去 在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可以追蹤Instagram和Like Facebook Page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和活動資訊了 我們立即開始看一下 Sorry 和諧粉彩究竟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種畫畫的方式 背後有獨特的理念 日本細菊典克先生是他的創辦人 他本身是做一些跟銀行相關的工作 但他觀察到日本人很多時候都很大的壓力 偶然他發現用乾粉彩去到削粉 用手指頭搓一些粉上色 這種畫畫方式可以很減壓 整個過程很療癒 而且無論是大人、小孩、不需要任何畫畫經驗 都可以很輕鬆地完成一些很漂亮的作品 於是他在2003年 就成立了這個日本粉彩希望藝術協會 簡稱JPHAA 大家可能在一些畫作角落頭 有時候會看到這幾隻英文字 他的意思是JAPAN PASTEL HOPE ART ASSOCIATION 是一個協會的英文名 和諧粉彩的英文字是PASTEL NAGOMI ART NAGOMI在日文的意思是和諧的意思 除了在說畫面 多數我們看到的顏色都比較粉色 很軟的顏色之外 更加重要是背後的理念 和諧粉彩不是單單說一些畫畫技巧 而是希望可以傳達到給參加的人 無論大人、小孩、懂不懂畫畫都好 亦都可以感受到入面那種很平靜、平和的感覺 那怎樣做到不需要畫畫的根底 都可以畫到和諧粉彩呢 就是和上色方法有關 和諧粉彩主要上色是把乾粉彩削成粉末 然後用手指點粉末去上一張畫紙上色 整個過程比較少 要求參加者拿起一支筆 執筆去到畫畫 變相可以很輕鬆 就完成到一幅很漂亮的作品 這個也可能是 為何和諧粉彩近年來 這麼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對於初學者來說 無論是在工具材料方面 需要的技巧方面 那個入門的門檻都不高的 簡簡單的材料 少許的技巧 就已經可以玩得很開心 變相因為和諧粉彩這麼受歡迎 這麼流行 很多人一聽到粉彩 就已經直接就覺得是等於和諧粉彩 其實不是的 乾粉彩去到畫畫 其實傳統來說 一向都有用乾粉彩去畫畫的 只不過和諧粉彩是可能近年來比較 就相對新一點的一種畫畫的方式和理念 變相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去文具店買一盒和諧粉彩 這個就未必很正確了 因為我們買的工具是乾粉彩 然後用一盒乾粉彩來畫和諧粉彩 而同一時間這盒乾粉彩 亦都可以畫普通的粉彩畫 而畫普通的粉彩畫 因為對於那幅畫作 可能是構圖 光暗對比 事物的輪廓 需要畫得比較仔細一點 難度會高一點 就跟和諧粉彩很不同 這一類的畫作 就需要手繪的部分多些 大家都真的要有些畫畫的底子 才可以完成到 對於沒什麼畫畫經驗的朋友 畫傳統的粉彩可能就沒有減壓的效果 反而還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這一類就未必會歸類到和諧粉彩 當然無論和諧粉彩還是傳統的粉彩 其實都各自有它好玩的地方 大家就按你的能力 你的興趣 再去選擇適合你的畫畫的方法 希望今天這段影片 可以去講清楚一點 究竟什麼是和諧粉彩和乾粉彩 另外還有軟粉彩、硬粉彩、油粉彩 那究竟各式各樣的粉彩又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有興趣知道更多的話 我們下一段影片就會跟大家去介紹了 想知道更多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可以followInstagram和likeFacebook page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和活動資訊了 覺得這段影片有用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身邊的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